你,想不想掌握財富密碼? 網絡世界真是無奇不有 近年不少人把握這個逆史相機 性愛直播主,又是否一份逆史信工呢? 我們找了幾位行內人聊過 知名KOL Miss Poon 表示粉絲的數量和收入並不成正比 直播只是吸引流量的工具 輔助它在其他平台,例如Patch王和YouTube的收入 我覺得直播是會,除了這個 免費的收入之外 它會提供其他東西給你,例如流量 例如粉絲的人數等等 如果你可以把它轉化做其他東西 例如,如果你去拉它們去銷售 你又可以再賺多些 又或者你有其他的平台是可以賺錢的 你又可以再拉它們過去 我覺得透過這樣去賺有可能會更多 只是在直播平台賺的錢 網上直播節目,聊天,吃東西,溫習 甚至連睡覺都要有人看 直播主賺錢似乎二個借貨 但你有沒有想過單靠打賞禮物 又可以賺到多少錢呢? 參加過電視台直播比賽的人氣主播小豆 他就這樣說 做了不夠一年的時間 單月最高收入超過三萬元 另外做直播之前 是一個學生來的 朋友介紹就說 不如試試在家裏做直播吧 看看賺不賺到錢 直播主透過觀眾送的禮物 賺取UB 以小豆做的某大型直播平台為例 10個虛擬UB 就等於港幣的1.1 當中平台會抽佣七成 由小豆的直播平台數據可以看到 是未被平台抽佣的底下 他一年創造了高達一百萬的賬面利潤 這些UB當然不是從天而降 打賞的觀眾行內俗稱金主 任職快遞員的壓勁 每個月會花費人工的三分一 即大概五千元在直播主身上 大概有沒有人工的三分一 因為我有看人打電話 然後打電話 然後打電話 就開始看人工 我看直播 是覺得自己很懂 想和人工的壓勁 有什麼重要 一無電話 一個平台 人人都可以成功成為直播主 成功的例子我們就看了 但在無數成功的背後 又是否人人都可以分入背筋呢? 離開直播行業的Moshi 曾經簽約做過一個月的直播主 他感淡 直播賺錢絕非而是 我當初簽約在第一個月的時候 拿到二千元幣 第二個月拿到四千元幣 第三個月拿到六千元幣 那他才會在第三個月完結的時候 給我六千元的底薪 在我試第一個月的時候 我只能拿到一千三元幣 已經達不到第一個月的標準 其實計算下來 一天都是一個多元 可以拿回 更低於最低工資 所以這句話 更慘於淺 原來在直播世界 一分耕耘不代表一分收穫 在風光背後 還有無數的辛酸故事 香港恆生大學 學生記者將可迎報道 消費 消化 消化